林峰 对不起 我连累了你 林峰 你这小妞长得真不错 冰山美人啊 既然我们关系都这么好了 你不介意让我玩玩吧 你再找死 出手 你这个废话怎么敢出来啊 李大少 那你可就真误会我的意思了 那你什么意思啊 我们来给李大少您送礼来了 抬进来 你们就不怕林峰回来报复你们吗 贱人 这个时候还敢追应 李大少 我给您准备的这份礼物可还喜欢呢 满意 特别喜欢 但是我现在就得考虑一下 我是该先睡哪一个呢 只要李大少高兴 两个人一起睡都行 说得对 那就两个一起睡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照意 不好了 林峰回来了 什么 他居然没有死 什么 林峰回来了 你们两个先把苏兵从后门送走 妈 那又不 废物 你慌什么呀 林峰就算不死也得脱藏皮 只要他敢爱 我就让他死无赠身之地 林峰 我看你们是想死 林大哥 这事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怎么有你这不争气的儿子 姐夫 我是被逼的 我是不由己啊 姐夫 你敢背叛我 来人 给我把他挫出去 是 不要 姐夫 冰儿 冰儿 林峰 你想知道冰儿的下落 你现在过来跪下来好好地求求我 说不定老子一开心就告诉你了呢 洛成李家 我看你是想全族人都跟着你一起陪葬 好 你去杀光他们 但是苏兵得给他们陪葬 你想要你死 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什么 我想要你死 要不是你 我也不会连一分家产都分不到 要不是你 我也不会被差点灼出李家 沦为整个李家的笑柄 你连清洁的都要弄死 林大哥 这是 不是我看的 都是 是他 这一切都是他出的主意 我 林大哥 您看我都是个废人了 我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呢 我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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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他干的 都是他 武器 你 如果苏兵有什么意外 我让你们所有人都陪葬 婉婷就在这 他喝多了酒睡着了 至于苏兵 你要问李大哨了 我们先走了 苏兵去哪了 想知道苏兵的下落 你得帮我做一件事 什么事 帮我治好一个人 我就告诉你苏兵在哪 是谁 他受了点伤 内力全没有了 好 万一 你反悔了怎么办 我这个人一向一言九鼎 为了苏兵 我也会这么做的 好好好 冯先生 请您出来吧 竟然是你 你们竟然勾搭到一起去 这么漂亮的小姑娘 要是发生什么意外 竟然是你 我知道你很厉害 刚才他跟你说了放了苏兵的条件 如果你不想让他死 你听听我的条件 你说 既然师兄把华夏集团都送给你了 那你就把华夏集团 还有江家 苏家 赵家的产业 一起送给我吧 你再跪下求我 我就可以考虑考虑 不可能 不可能 我听说他为了你和赵家闹掰了 不想因为他而做点什么吗 黎芳 我怎么在这儿 周无尽没有把控好下毒的料 我可不可以先救他 不然 你不是神医吗 你不是和总督关心好吗 换手啊 废物 只要你们放了他 你们提什么要求我都答应了 我要去救林凤 林凤 你的魅力好大呀 两个女人都愿意为你去死 赵婉婷 只要你现在同意跟我在一起 我可以 就以这种废物还想得到我 休想 废物 我让你知道谁才是废物 来呀 林凤 说咱俩谁是废物 先让他把合同签了 把华夏集团弄到手 等我功力恢复 总督那个王八蛋 我一定杀了他 赶紧签了他 林神医武功盖世 杀了我们轻轻松松 可你想想 让个美人因你而死 好 我欠 想不到你这么关心一个不相干的女人 你们要我做的 我已经做了 现在该把她放开 林凤 对不起 我连累了 林凤 你这小妞长得真不错 冰山美人啊 既然我们关系都这么好了 你不介意让我玩玩吧 你再找死 既然你们想鱼死我破 那我们就试试 林凤 你是不是忘了 苏冰还在我们手里 这是一颗散工丹 吃了它 三天没有功力 这样我就放心了 不可能 你们要是反悔 不吃 我就让几百个人轮番玩酥饼 再把她的视频发到网上 我吃 吃啊 林凤 林凤 漫兹 温 杓